我们看到国内是停工停业 停客停产 那么国外也是多国的经济 亮起了黄牌警告 中国新冠肺炎的影响力 还在不断的扩散 那么何时会迎来拐点呢 相关的话题让我们现在 马上来连线会为国际投资总监 徐伟华先生 Michael早上好 主持人早上好 想问一下这一次的疫情 我们看到也是对世界的经济发展 短期影响 其实已经是大到肉眼可见了 而从中长期来说 这个影响力有多大呢 首先我们认为 本次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影响 是波及全世界 现在我们看到 包括日本方面出现比较严峻的局面 全世界越发的重视这个疫情 那么短期来看 我们确实看到一些板块 包括介入的板块 包括像医药 医药 卫生 这些板块 得到很好的发展 但是餐饮比流利也受到重创 但是我们认为 其实总体来讲 从长眼来看 这个企业还是要有一个合成成力的 像说短期有一个行业收费 但是这些行业到最终 比较来还是最强的行业 所以说我们说短期的影响 在中长期 还是可以使出的 在中长期的影响 可能是一个结构化的影响 可能会持续很久 但我们只想重点讲讲这个 中长期有哪些影响 所以第一个我们认为 这次疫情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大家的思考 这样一个脆弱性和反脆弱性 大家可能会突然发现 原来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体系 是相当脆弱的 大家都是互相依靠 人和人之间的交往 包括是物质上的 或者是虚拟上的交往 都越来越紧密 一旦发生像这样的疫情 或者是流行病的情况的话 就会出现非常大的冲击 那么我们看到像中国这样的情况 虽然说疫情的冲击是有的 但是更大程度上是政府如何在 非常稀微的层面对经济进行调控 那这个调控能做好还是不能做好 就会影响经济 给经济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中国的企业 一个是人材料 供应不足 物流链出现了断裂 然后很多工人可能无法上班 然后企业要交到税 要花到工资 要收到现金 如何进行管理 等等方面 收据性现在如果都用宏观调控 就用政府来调控的话 就会出现一个像类似于 像冠状病毒这样一个脆弱性结构 你看哪一方面调整的不好 可能会出现危机 所以这个我们认为中长期来讲的话 要促使包括各国的政府 包括各个研究机构 包括每一个人都要去想一想 什么样的一个社会体系 才是一个更加健全的 是一个反脆弱的体系 不会出现这种灾难性的 这样一个后果 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影响 那么第二个比较重要的影响 就是说我们看到了 很多人这次 出现了这样一个疫情之后 才发现其实健康是最重要 很多人现在包括之前的 外出的这个娱乐消费 包括之前的这个 很多不必要的这样一些社会活动 都取消了 大家就发现实际上 可能自己的免疫力 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 才是真正最有价值的 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们认为呢 这也是带来人类的思想的 一个巨大的转变 可能未来在人类的消费习惯上 可能更加倾向于健康 健康方面能够投入更大的 这样一个需求 那么第三个 我们认为中长期 还有一个需求 可能大家也会发现到 实际上在这个社会来讲 风险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人们如何在现实 和在当下 过一个快乐的生活 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这就是我们以前讲过说 未来五年到十年 我们认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趋势 就是快乐经济 就是人们是希望在 不管是在现实社会 还是在虚拟社会 能买到乱效 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财富 我们认为这三点 是现在可以考虑的 一个比较大的宏观的经济方向 我们要从这个事件当中 要学会反思和总结经验 另外今年世界经济发展 还会遇到怎样的一些风险 市场还要提防哪些灰犀牛 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 其实市场突然认为 2020年会非常不太平的一点 但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风险 隐藏其中的 我们认为这比较需要注意的 抛开我们这次讲到的疫情预算 我们看到最近出来的最新的这个 我们看到最近出来的最新的情况 日本是又出现了不增长 日本的GDP是下跌了1.6 所有的基本上是全面下下 那么日本其实已经持续进行 这个富利率的刺激 大陆模型的量化宽松 甚至包括购买这个股票的 这个日本 持续购买日本的股票债券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日本的经济还在不断地下滑 其实日本是一个先例 您告诉我们说 这个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支撑是有限 那么最终一旦发生 这个货币政策不再有效的话 就像现在抗生素 已经不能对上超级市益一样 恐怕会出现非常恐怖的后果 那么日本这个GDP下跌1.6 这个数字呢 我觉得值得让大家警惕说 2022年会不会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知道呢 其实美国经济呢 一直是不温不火 增长呢 还非常健康 然后在美联储的这个 不断的这个减息啊 宽松的政策刺激下呢 似乎发展很健康 但是也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文件呢 增长中呢 美国的股市呢 是屡创新高 那么你现在的固执水平来看呢 就远超过历史的平均值 那么以史为鉴的话 在现在这个水平呢 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调整 甚至发生了股灾 都是不容忽视的 我们认为呢 就是说美国经济突然间放缓 或者出现什么样意料不到的因素 造成经济大幅下滑 股票出现大幅下挫的这样一个风险呢 也是在2020年必须需要关注的 那么第三个 我们觉得需要关注的话 就是全球通胀 通货膨胀上升的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知道像你中国为例 你美国为例都在 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 那么尤其像中国 现在发生了疫情之后呢 中国有大量 我放一些货币呢 希望能自己经济啊 那么这个呢 可能也不可避免 我们这个通货膨胀有上升的 我们之前呢 之前中国有这个春节的民宿啊 等等造成这个通货膨胀 已经上升的区域很明显 但是现在在2020年这个情况上 通货膨胀的望是 在历史来看的 通货膨胀的望是一只猛火 一旦出来的时候是可能收回去 所以如果在全球发生一个 快速的通货膨胀上涨 这个通胀的危险 也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我们认为这三个是 2020年必须关注的三个重大风险 弟妹 我们再来看 中国的一个具体的数字情况 央行室公布了 一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3.34万亿元 创下历史新高 按年是升3% 想请问一下 这个数字说明了什么 又给市场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一月份人民币的贷款 是增加了3.34万亿 人民币增长了1190亿 增长的幅度实际上是 也是在历史上看的非常高的 那么这个M2的数据 是增长了8.4% 那这也是相当高的数据 那历史上看的 M2的数据和相关的贷款期 这是我们肯定能 最近好像这样的涨时 但是我们要想 就是说这次的这个 这次人家闭着头放 可能更大成本也是取决于 现在有这样一个疫情 那么大家对这个 如何抗击疫情 如何重新恢复生产 可能大家会信心不服 那么政府出出了这样一个举措 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 是在信息上给了大家一个保障 那么大家觉得事情不会说变得更坏 但是方向来讲的话 这个只是信心上的一个提振 那这些钱到底能不能有效地 投放到企业 让企业拓大生产 或者说怎么样去有效地提高 这个市场的需求 能直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现在看来是其实有很多环节 这些都是出现了阻碍 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些股市虽然将很多钱 还是叫股市虽然 那么这个也确实还是这个 我觉得是需要中国政府 与中国央行去考虑这样一个情况 什么说通过这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包括行政手段 甚至考虑如何加大市场淘捷的利益 在这个当中找到一个平衡 来抗击这样一次 本次这个疫情的冲击 我们认为这绝对是一个 拿这个非常难点示 可能确实有很多方便要做到一个平衡 只从这个人民币贷款数据来看的话 我们认为其实这个官方 其实口议院还讲的 这也是包括一个 一月份的升级这样的因素 包括现在这个抗击的短期的影响 那么接下来的话 如果二月三月的数据 都出现这么大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话 我们就会比较担心 中国出现了这个通货 好的 非常感谢Michael这一时段 和我们的视频连线 谢谢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